它會自動幫你分割 也就是說這邊選起來 複製對不對 因為有個頭有個尾 你只要貼上 它自動會有出一條線 然後這邊的話改成什麼 改成清除 因為你可以不需要再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有點取巧了 我教各位一些比較取巧的方法 把它改成清除 也就是說等同是你插入程序清除 那後面的部分請你把這個等號後面全部都刪掉 換成什麼兩個雙引號 意思就是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清空了 那你可以應該懂的意思吧 這個就空字串 它會丟到同樣的範圍的同樣的儲存格 把裡面的資料給清掉 所以我把這邊先稍微縮小一下下 然後再按執行 執行的話游標是放在清除的這個區間 這個區段裡面按下上面的執行 它就清掉了 上面是執行 就執行了 可是問題來了 因為如果你直接在這邊執行 當然也是OK的 可是 未來如果你經常要使用 你它打開非常麻煩 所以你需要怎麼做兩個按鈕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邊 這個 有沒有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其實非常簡單 一 在開發人員的插入 二 請你找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先不要用這個下面 下面有個按鈕 那Active控制項也可以做按鈕 不過它比較麻煩 它還需要去產生一個點擊的事件 程式會比較冗長 所以我比較建議用上面這個 點擊它 拖拉一下 再來出現什麼 門號 有沒有 如果你寫出來的那個 Sub 就是你的副程式都會在這邊 再來 建議可以選舉它 複製 那為什麼要複製 按確定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叫按鈕4 那你要打門號兩個字 太麻煩了 Ctrl V 這樣比較快 這是偷懶而已 所以我都教各位 一些比較偷懶的方法 那你說老師這不OK啊 你要自己打 那我也不會反對 反正 最重要就是 加兩個字就對了 再來一樣拖拉 清除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設計 應該是自動乾脆把名稱丟過來就好了 那不過因為可能接下 以後的版本或許也會啦 那這樣就有清除門號了 那可是你想說老師那 這個好像感覺有點呆板 我可不可以讓它活潑一點點 可以 插入 美工圖案 或者是圖案 我要一個效率可不可以 可以啊 然後顏色可不可以變更 看你要變更什麼都可以 那指向什麼 這個可不可以指向一個門號 可以啊 那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一樣可以 插入一個叉叉好了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叉叉 有一個 乘號啦 用這個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換顏色 可以 可不可以指到一個聚集 可以 其實就是副程式 指到清除對不對 按確定 然後清除 也可以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不希望讓人家知道說 你會這麼多 比方你老闆 你好厲害喔 那你幫我多 幫大家多做一點事情 如果我們不希望這種事情 因為 我問過很多同學 你會不會讓你老闆知道 你會這些東西 大部分都說 No 不會 因為知道之後 不會加薪 會加工作 OK 所以 大部分如果你 假如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那你可以插入 不用太 這個像這種 太正式的 你可以插入一個 類似像插入這個圖案 也可以按右鍵 指向一個聚集 這樣也OK 甚至是一個美工圖案 一個圖片 它都可以具備有 執行聚集的功能 所以其實可以變化很多 好 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反正我們今天就先把這兩個先講完 後面還有那個所謂的 制定功能 比如說這邊有個制定函數 那後面我會再跟各位做說明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因為今天第一次上課了 所以有些可能像雲端的相關的運用 如果還不太熟的同學 我建議你回家可以多去使用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的話 未來我覺得在提高工作效率上面 它都會有蠻多的正面幫助的 那另外跟Excel之間的連結其實也非常的密切 好 OK